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看懂英文字典 这一集的讯息量超大 当然英文字典有的时候会讲英汉字典 有的时候会讲英英字典 有的时候又不讲字典 有的时候叫词典 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像这个 下面这个 我把它扫成照片档 就是字典 不管字典 赤典 英汉英 大同小异 像字典有各个版本 你去买书 它编排的格式差很多 字的数目也差 线上字典 线上词典 也是编排不一样 但是它很小异 重点是说 它这个字典里面 英文字典 它有很多的小东西 编排上 就觉得看不太懂 那我这个例子呢 是我自己 我字典很多本 这是我其中一本 算是常用的 这上面都是我做了很多的记号 什么的 这是我的记号不要去管 我们就看怎么去认识 怎么去了解 英文字典 词典 它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字典 讯息量很大 我们来看 我这个把它扫成照片的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什么字吗 LAW吗 它有几个意思 一些什么例句 一般的就是大概这样子看 这样子看 它通常这个 那个字会大一点 会大一点 然后它有些什么意思 什么例句 这样子看 当然没有人在看字典 这个字典太复杂了 就查字典 但现在字典也不太查了 反正现在线上字典 线上字典 词典也很方便 当然就算线上字典 你去看 它也是有这些东西 就是你去查出是每一个字 那我们就是 我们来用这个真实的字典 这是我的一个版本 我们来看看 它有哪些 有哪些窍门 它都有意义 这些英文字典 没有一个字是废话 都有它的意义 只是一般人不了解 就觉得 你搞那么多干什么 当然这一集 就适合那个 英文程度还过得去的 还不错 一直到你英文世界第一 宇宙第一 都适合看 那当然不适合看 就是说 一点耐心都没有 所以我的视频 有人说 一两分钟啊 会讲很多东西啊 那你就不要看我的视频 我视频比较适合的 对知识啊 比较有兴趣的 也比较有耐心的 哪有可能说 讲一点点 然后讯息量要大 这不可能 我们看 看有哪些东西啊 第一个 我们就是先看LW 比如说 这个字 几个意思 然后这U是什么东西啊 C是什么东西啊 这它只有发生在名词上面 好了 我们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字 当然就是 它这个音标 大家看得懂 后面上面有个N 这个A 这个是 AD ADV 这什么东西 大致一般的英文程度过去 就知道吗 N就代表名词吗 A就是形容词吗 AD就是ADV 以后就讲AD要是ADV 副词嘛 我们先看第一个 每个字后面都有 它就告诉你词性 当然 有的字典它可能会写 形容词 比较学生字典嘛 它写形容词 但我这个版本它就写一个A 就是形容词 我们先看 因为每个字后面都有词性 你要了解 这个词性很重要 我们先看这代表什么 你说它这个N 什么东西啊 它是名词 它完整的写法是NAM 它说PRON 它后面常都带一个点 PRON 是什么意思 PRON PRON 代名词 那写个V 什么意思啊 Verb 动词 但它常常有写个VT VI 什么意思啊 VT就是极物动词 VI 就是不极物动词 它有时候会这样子写 那如果有时候 那你说有时候字典它又有VT 极物动词 VI 又有个V VT 那奇怪 它都已经写到极物不极物 什么V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同时可以当极物跟不极物 这个意思 ADB呢 就APER 副词 代号 缩写 ADJ呢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ADB就是写个AD 有的时候ADJ就写个A 为什么都是A嘛 一个A 一个字母就是形容词 那副词就做加一个D 如果写的简单一点 所以每个版本的这个 我们叫略语 略就大略的略 略语或者是简语 那ADJ就是A的形容词 那PIEP PREP 什么意思啊 PREP就是Prepization 就是介细词 而介细词 其实你看中文翻成介细词 看不出PIE的意思 它是先行词 先前词 有个PIE在前面 什么意思啊 你看PRE是在前面 Position是位置 就在前面为什么 那中文翻不出来 应该 有的文化书翻成 有的翻成先行词 先前词 那就可以啊 它就是在名词的前面 在名词前面的位置 叫介细词 所以有些中文翻得不好 那CUNJ呢 con 是什么 conjunction 连接词 DET呢 有的字典就不写这个 不管它 就用其他词形代替加 Data Minor Data Minor 这怎么念 Data Min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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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词 这个 比较特殊 int 就是at 或者是什么 interjection 感叹词 然后num 什么意思 num 就是数词 有数目的 123456这样子 Phr 这没办法 反应都止音 Aphrase 偏语 Aphrase Aphrase 是偏语 然后成语是成语 不一样 ABBR Applevation 就是缩写的意思 然后C 什么意思 Countable Num 就是科属名词 就可以有单数复数 复数加S ES IES 等等 U什么意思 uncountable 不科属名词 就没有代复数了 或者我们一般讲抽象名词 PL 就是plural 复数词 有些词它天生就复数 像pens traser 裤子 有它两个裤管 或glasses 眼镜 它有两个镜片等等 这前面刚才叫VTR transitive verb 集无动词 就后面要受词了 VI intransitive verb 不集无动词 后面没有受词 但是后面可以加补语 AUX Axiliary verbs 主动词 相当于have could lay must pt pp pp p p possible 过去分词 这个后面讯息量很大 这个助语表 我们待会再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 你看这个 我们是用看字列所了解 所以它先一个字 Law或者其他的字 那这个字完了它就告诉你说 它有这个 它的发音音标是这样的 像一般台湾卖的KK音标 就不是外国音标 或通用音标 就是美国是发音嘛 KK音标就是两个人 它的信都是K开头的 叫KK 两个人 发明的 就是不是给美国人看 美国人不看KK音标 是给外国人 学英文 学美语 学美语的 然后它这个名词 然后名词呢 然后p有什么东西 它的副数怎么写 比如说它如果可以有副数的话 那这 刚好是法律嘛 法律的副数就直接加S 那有的不一样 有的是S 有的去掉Y加S 不一定 那有的根本就没有副数 它指明就不会有这个 p 它的副数加一个S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字 它的发音 因为加S以后 有的念S 有的念Z 还有念字 不一样 就告诉你字 基本上 那每一个都有啊 你看每一个都有啊 每一个字啊 都有这个啊 一个字怎么写 它的音标怎么念啊 然后它的词系是名词 它的副数怎么写法啊 那你看 有些字啊 它是 形容词就没有副数嘛 形容词 只有名词才会有 可能是 有单副数 可能是没有啊 所以第一个是看这个啊 那接下来啊 你看这个啊 它有一个意思 两个意思 三个意思 这个阿拉伯数字啊 这个没问题 它看得懂 可是你说名词啊 名词它会有这个东西 U 比如C 第一个是U 第二个C 第三个U 什么意思啊 就是第一个 用在法 或者法律的时候 它是不可输名词 抽象名词 没有单副输 就是讲法律嘛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法律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是 这就是 就是讲法律 抽象名词 这时候它是不可输的 比如说 有没有时候 比如说 一定要说法 像这种啊 它就不要 可是C是什么 就是可输名词 看得过那样 就是这个法 一条 一条 一条法律 两条法律 像这个就是 可输名词 就可以有单数复数 那我们看看这边 有没有 有没有 复数的 所以像这个 这个造句就不好 因为你明明讲是 可输名词 可是它的 造的句子从这边 都是 都是 单数啊 所以它应该要有一个例句 比如说pence laws 每一个都是 都是单数 人家就会搞不清楚 所以它这个造句就没造 应该要造一个句子 有复数的 那如果是法律学啊 或者法律业的 法律行业啊 这是又不可数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另外呢 就是 你看这个字啊 如果是它 因为英文是音节字啊 如果只是一个音节 它就是LAW 那你看它为什么 LAW FUL 中间加一个 一个点啊 就是 一个音节 LAW 是一个音节 FUL 是一个音节 那你看这个LAW LAW 一个点 FUL 一个点 LY 它两个点啊 两个点 你加前后就等三个音节啊 三个点就四个音节 一个点两个音节 你看它就告诉你 LAWFUL 很累啊 这奇怪 这个字就好好写嘛 你为什么中断啊 为什么加个点 它告诉你音节 这样就分啊 你看这个LAW MAKING 是这样子 两个点啊 所以这个点在 告诉你是音节 然后你说 为什么有些字典啊 它上面写个 什么三个小小的信号啊 这个没有信号啊 这两个信号什么意思啊 就常用字啊 最多 一般就是到三个 就是一个 要么没有 要么一个 要么两个三个 就四种情况啊 意思就是说 三个信号是最常见的 使用率最高的 一个啊 就是比较 最少的啊 那有的是 两个 它就告诉你 这个字常用字啊 最常用字 次常用字啊 普通常 普通一般又啊 很少用字啊 冷屁字啊 这样子 就了解一下 然后它同意字 它就告诉你啊 某一个字 另外的意思啊 是 是这个 可以互相取代啊 所以叫同意字啊 你看 它这很多同意字啊 比如说 LAW 有些字啊 其实 它有时候不是同意字 有时候是禁意字啊 所以这个字 有时候没写那么细啊 它应该像这个啊 应该是写禁意字啊 因为同意字是完全可以取代啊 可是它不是啊 这不管一半分不了那么细 就是意思相似 相同 相似 近似的啊 法律 LAW 它的意思 接近的就是regulation 规则 precept 教训 或者statut 法律 就是有的 有的 字典堂有提供这样的一个资讯 然后相关字呢 就告诉你啊 就是 我们讲衍生字啊 法律嘛 那它又多加一个law break 就犯法者 就告诉你啊 这个可以它可以多 就是多加 多加几个字母 或多加 另外多加一个字啊 叫复合字啊 所以 所以 基本上一个字是这样子啊 你看 对我印象 你看 这个有三个点啊 不是 就是三个点啊 因为它这个是横杠 可是它这复合字啊 所以英文才有复合字 因为law是一个字嘛 abiding 又是一个字啊 很联合起来 所以英文复合字有什么情况 第一个像这种啊 就两个字 连起来啊 夹一个横杠 有时是 两个 没有横杠 两个字连接在一起啊 有时两个字分开 看来像词啊 其他复合字啊 然后形容词一定是什么什么的嘛 复词什么什么的啊 那词类变化是什么意思 这告诉你 abiding law abiding 是形容词A嘛 然后那个 呃 它如果是 它变形容 变名词的话 怎么变的 就是law abiding 加NESS 这告诉你 词类变化 你多加NESS 就是变成名词啊 那这个音标呢 在上面就是重音在这里啊 下面的叫次重音啊 像这个也是 呃 复合字啊 你看复合字 law abiding 两个字嘛 它又有横杠 而像这个就是 根本分开来 law and order 就是治安啊 啊 或者下面一句叫 法律啊 与秩序 你看 后面U就是它是不可数 这就是不可数名词 不能加S 不能加S啊 有的可以加 所以我们就说 搞不清楚这个名词啊 到底是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所以字典每一个都告诉你 第一种情况就是它只有一个意思 它告诉你是不可数名词 第二个 它看到好几个意思啊 就告诉你这个意思啊 是不可数 那个意思是可数 这个意思是不可数啊 这字典的资讯量 资讯量很大啊 所以这个law court 它告诉你相关字啊 是什么 辩法是哪个字 原告证 相关字啊 不是统一字啊 就是跟它有关的啊 你看 你除了认识法庭啊 law court 以外 才告诉你哦 原告有哪个字 证人有哪个字 证人有哪个字 辩法有哪个字啊 就是让你多一点 好像law enforcement也是啊 复合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那这样子基本上啊 名词的变化比较多一点啊 那然后再看看有什么啊 像我这个字典啊 它有一个多一个项目叫自变 当然每一个字典啊 不一样啊 有的是有这个栏目 那个栏目啊 有这个功能 那个功能啊 每一个字典不一样啊 那我我这一版的字典是 目前看到就是最深入显出啊 最功能最强大 就编排特别别出心裁啊 这个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它不是最大的字典啊 但是它是变化最多的啊 尤其也适合这个台湾 中国看的这个字典 目前看我看到最好 所以我这边画线啊 画了很多东西啊 还有这个 我先讲这个次次搭配啊 次次搭配 意思就是说啊 你看law嘛 然后 Law啊 它就告诉你 可以搭配哪些用啊 你可以搭配 backer law 手法 backer law 违法等等 就如果它可以有动词加的名字 它可以有很多变化 如果形容词加的名字 sible law就是民法 criminal law martial law 戒严法 所以这个功能很强大啊 而且它弄得蛮多 所以这个是它一个特色 蛮好的 但有些字典就没有啊 那自变就要告诉你 lawful lawful就是 自变就是 有些字啊 意思 蛮接近 可是它还有差别啊 比如说这个字是lawful嘛 啊 它是广义的合法啊 它另一个啊 狭义的合法 regiment啊 就是 法律赋予权力 这个它就告诉你啊 这有几个字啊 都很接近 可是其实 有点不太一样啊 然后它也告诉 这字典 常常有这个 告诉你 反译字啊 lawful是合法的嘛 反译字是 arlawful 或者illegal 这些啊 这些看一下啊 然后你看这个 词的变化 lawful是 形容词 它告诉你 副词是哪一个字啊 你词哪一个字啊 嗯 好 那我们再看啊 像这个 为什么字典上面 这个字会两个字 lawmower 一个是分开来 有个空格 一个是 一个点 就是两个写法都有 都可以 再告诉你 两个都可以啊 目前大概两个了 三个应该没有啊 嗯 好 我们再来看啊 然后 这边有时候 会给你出来一个 字黑一点 就表示它是 成语 它不是偏 所以我们一般 一开始讲错 这些英文老师 那个 课本上说 哦像这种啊 Move 就是 片语 它是成语 片语是随级组合的啊 成语是有固定排队组合上的学外之一啊 而且里面要分很多名词啊 成语啊 我们当然已经极废成熟啊 名字片语 其中字片语啊 应该叫名词成语啊 这边就是动词成语啊 这动词在前面啊 后面是用 副词或接行词 它就告诉你 哦有很多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没办法了 讲习惯啊 你认识多少片语啊 啊不是啊 认识多少成语啊 或者你说它是里语也可以啊 一般讲是一点啊 一点啊 所以它顺便告诉你啊 很多字啊 它可以加一个啊 很多变化啦 后面加个副词接行词 前面加个接行词 前面有个形容词啊 或者后面有个名词 变成成语啊 而诚语也有好几种啊 有的是字面上一看就知道啊 有的时候字面上完全猜不出来啊 它有学外之音啊 它要考据啊 所以字面上意思跟实际上意思 完全不相关 还有就是这种诚语啊 它可能有好几个意思啊 不止一个意思啊 这样子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 我们再来看看啊 还有什么 这个啊 你看 它是用pl什么意思啊 它经常用复数啊 像mumen 它经常用复数 它用pl 这些啊 那这些都是名词 因为英文里面啊 名词最多啊 再来动词 再来形容词 再来复词 这四大词形就占了九成多啊 其他的数字 你加起来占不到一成啊 那其中光是名词啊 就可能占了快 占了大概有一半啊 所有英文词大概有一半的名词 那动词可能占两 接近一半啊 可能四成啊 可能大概四成啊 有名词 那动词可能占两成 然后形容词可能占一成啊 然后复词占不到一成啊 其他的不到一成啊 就是其他词形去分配啊 所以你看 几乎都是名词嘛 看都是名词最多嘛 然后像这个等于什么意思 就是说啊 这个句子可以 你也可以等于 要另外一个方式表述啊 然后 这个版本它有一个好处 它常常会有一些 提呼灌顶啊 小东西告诉你 电影类型啊 恐怖片什么什么讲啊 这个偶尔会出现啊 所以这个字典是我目前看到的功能最强大的啊 呃 因为东西多啊 要深入浅出啊 所以这边啊 Movie 它告诉你啊 相关致词啊 你除了认识Movie 也可以认识Movie Starart 点明星啊 Movie Director 点导演啊 Movie Girl 电影你啊 就会告诉你很多东西啊 那像这个Movie 当然是A 当然就是形容词 它有时候会告诉你 它这个是用在名词的前面啊 它会有一些刮骨就告诉你啊 提醒你一些东西啊 当然它的例句啊 有时候只有一个啊 一个意思 有时候一个 有时候两个 有时候三个啊 不一定啊 就说这个 一般的字典都会有例句嘛 那这个版本的啊 它例句啊 特别多啊 但是它例句有个好处啊 这个版本的字典啊 就是说它都是蛮 蛮实用啊 第一个 基本上算简单啊 第二个就是 因为有些字典啊 它那个造句 造得很复杂的 一般程度不知道啊 就常常看不懂 它的句子基本上都简单 而且都蛮实用的啊 你去看形容词里啊 有些是英文式的 有些美国式的啊 它有些那个 例句啊 太专业 或者比较难 或者太地方性啊 那这个词典是 都是比较适合台湾人 适合中国人啊 然后再看看还有些什么 你看像这个 Demonstrator 所以它一般字母多的话 它的会 咒音会放到后面 像这个是例外啊 你看 它有一个音节 两个音节 三个音节 四个 目前看到有看到六个音节 七个音节都看到啊 但这个有四个音节 它三个点嘛 四个音节 但它还是第一个咒音在这里啊 那那个动词呢 动词呢 动词你看它这边写个VT啊 一般动词是V嘛 可是VT就是基物动词啊 那它这边就告诉你啊 它的如果是啊 基物动词 如果前面是单数 它的夹S啊 所以夹S 有两种 一种是零词啊 复数夹S啊 另外很多动词这么有复数 它不是复数 它是第三人生单数 它后面夹S啊 可是它后面就告诉你 要怎么夹S 因为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一个这个符号啊 然后再加个D 什么意思啊 就告诉你 它的过去S啊 过去S啊 是怎么写 就加个D啊 前面就代表Demoralize 前面这个符号啊 就后面再加个D 就是啊 过去S啊 可是你说还有过去分词啊 为什么不写 它如果只写一个 就表示过去S跟过去分词 是一样的字啊 如果是不一样 是它另外会再写一个啊 然后这个后面有一个 Demoralize 什么意思 就是啊 现代分词啊 或者我们叫动名词啊 夹Ng啊 它又像这个写法啊 然后这些都一样嘛 你看 VI就是不及乎动词嘛 这不是复数啊 动词它的第三层单数 在夹S 有时候是ES啊 你看像这个 过去分词 那过去S跟过去分词都一样 那为什么要写呢 那全部都加ED 不是啊 有时候不是加ED啊 就是用别的 不规则 不规则的过去S跟过去分词 你看像这个 你看 你说Demoral加ED就好 不是 它两个 所以这个 要它更精致的话 它要把这个 第二个啊 用特别黑的字啊 或用彩色字啊 那会更清楚啊 可是 没办法啦 它又不能 自己没有精算尽 那这边应该 有人看 看过去 就混过去 就 哦加ED 不是 它常常是啊 两个T 两个B 两个R 碰到R B R T 要重复 你看它是多一个R 它只是这边没有标出来 这些啊 然后我们再来挑过去啊 就是 这叫略语表啊 就是 常常啊 它这个字典里面 会有 会有左边这里 会有写个A 会写个什么 CLET 会写个AUXIL 常常后面的点 又写个F 又写个G 有时候是夸胡啊 夸胡在这什么东西啊 都是太复杂了 GEP啊 LG啊 什么东西啊 当然每个版本字典不一样 可能 像那个 比较常用的它会有啊 有些 不常用的像GEL 在盖尔鱼 可能不会有啊 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但是 大同小异啊 基本上 学学最大字典 英国就是牛津字典嘛 美国就是韦伯大字典 所以字典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大字典嘛 它原创的嘛 它这个 公司大嘛 编辑人多嘛 那中型字典抄大型字典 小型字典抄这个 中型字典或大型字典 而学生字典也是抄嘛 因为这个编字典很难编嘛 你不可能立句啊 全部都自己造 类似 有时候参考参考 当然 有的时候网路上有 有些网站 它专门 全部是例句啊 每一个英文字 全部例句啊 有 那大家也是啊 参考它 照抄它的啊 像这个 这个很快的念一遍啊 这个有 我们这边 这个太多了 我们那些比较常用的啊 不常用的 你就自己看啊 像A 就是形容词啊 如果你知道代表什么字 代表aditive 呢 有字典是ad啊 就是它副词的意思 它全部写下是advert 像 如果它打一个 Arab 就是从阿拉伯语啊 过来的啊 Auxiliary Auxiliary 什么意思 叫做主动词 Auxiliary 像这种 我们就不讲了 其他这种 很少见的 不讲 Chin 就是Chinese 它是从中文过来 英文啊 为什么搞一个Chin 什么意思啊 譬如说 讲那个 功夫 功夫啊 什么Cowtow 磕头啊 什么这个 Dama Dama 像这些字 就从 华语啊 中文过来 那说港报会有的日文啊 从日文过来 JEP啊 就是什么 Tsunami 这个 海啸 那法文就多了 从法文过来 什么 那都是第二个人 叫做Cuisine 烹饪啊 Coffer 司机啊 Fiance 卫文西 或卫文夫啊 英 是一样啊 像 COMJ 你看 这什么的 连接词 conjunction 然后 ESP 它有时候表示 特别是什么意思 特别用在哪里 所以用ESP 就是especially 尤其是啊 那当然 它如果是从法语过来 还是写F F什么意思啊 French 从法文过来 G就从German过来 German是形容词德国的 或者名词啊 德语啊 那如果德国就是Germany 那这个英文 英文 本来没有英文啊 就听下文章一大槽 你看 我们这边先看一下啊 所以一般词典啊 像我这个版本词典里面 有这些词典 它可能是从阿拉伯语过来 可能是从阿拉伯语 什么叫阿拉伯语 不知道啊 可能是从 克尔特 Seltic 应该翻词Seltic 就是原始的英文啊 真正英文 先著名人 助名用 华语 从丹曼语过来 从荷兰语过来 从这个盖埃语 从这个盖埃语 盖埃语也是英国早期的一种语啊 他 应该算最早 希腊语过来 从日耳曼语 就现在以德国为主了 还有一部分法国 各德语啊 也是 也是 在德国那里 西部来语的就早了 印度 印度斯坦里 印度斯坦 这个很少用 匈牙语啊 等等等等 就这个意思 他就告诉你 他来自 这叫自言学啊 来源的语言 所以英文啊 他的学问 也就因为有这个 语意学啊 学这个 这个语言的意思啊 语音学啊 或者语声学啊 研究他翻译的 这个语法学 研究他的文法的 还有语言学来源的语言 他的来源 有这好几个啊 然后这个 我们下面就不讲说 来自于哪一国语言啊 就自己看 像IMT 什么意思啊 感叹词 他用这个 因为你每个字用 学不习啊 太复杂 太多 所以他这个 叫略语啊 捷语啊 这边到底什么题啊 这个 你说什么M1 什么意思啊 Middle English 我们现在学英文 怎么中国英文啊 因为 英语啊 它最早叫古英文 那现在完全看不懂啊 什么说 你只看得到这个音标 有些音标 有些字母都不一样 所以最早是古英文啊 现在根本不认识 外国人不认识啊 然后又有中国英文 中国英文就还认识一点点 也差很多啦 然后有近代英文啊 从近代英文 大家比较看重 近代英文就从莎士比亚开始 近代英文 然后现代英文 就我们现在用的 这边啊 然后NO英文就名字 Now N 你看这边有古英文嘛 古法语嘛 因为它字典很专业嘛 O的一个字 现在完全看不懂啊 OE 就从古英文过来的啊 然后我常常看那个PL 就是复数 你看PL 什么意思啊 是复数的意思啊 你看PIEP 什么意思啊 Peposition 这些词 PL 什么意思啊 代名词 IUS 是什么 从俄语过来的 Somebody 常常可以解写 Somebody 可以解写 SB 一个点啊 然后看V 什么 V一个点啊 它后面字典才有点啊 表示结束啊 verb 动词 那VI呢 Transitive Verb 也是要有点啊 不及无动词啊 你看VT就是Transitive Verb 这叫略语表 然后这个 有时候这个字典里面后面写个什么 这个方华谷啊 英啊 伊啊 化啊 这个倒比较好了解啊 英就是英国的 美就是美国的啊 表示这是 英国是用法 美国是用法 有时候写一个 只写一个 万啊 当然 偶尔有时候写个尾 有时候写外语 就是比较委婉用语啊 近赛也看得懂吗 就是 它是用在比赛嘛 高球就高球 一看就网球啊 这个看得懂 西神 什么叫西神啊 西老神话 什么叫罗神啊 罗神啊 罗神啊 什么史啊 历史这个好 中文就宗教 郭宗这个懂嘛 昆啊 术啊 映啊 映就映 电影嘛 世就映实在分开来啊 天是天文学嘛 医学机界 文就是文学用语啊 口语 口语就是 这个字啊 可能上不了台面啊 讲话可以啊 口语啊 写文章就少用啊 法律 方就是方言啊 方言 离就是离语啊 夜是厌语啊 圣 圣 什么 圣经用语啊 军事嘛 动物质物化学啊 物理生物商议啊 这些是亲密啊 就表示这个带贬义啊 带贬义 贬义跟反义是不一样啊 封刺啊 而就是小孩子 压压学语用的啊 然后诗啊 有些字啊 比赛以前很少用 是用到诗里面啊 古就是以前用像不太用 略就是戏虐的啊 开玩笑的啊 解剖啊 航海啊 航空啊 音乐啊 电学啊 电器啊 电算 电脑用语啊 建筑用 贸易啊 等等 大概这些东西啊 然后 然后 我们再看啊 这个 还有什么 这个可以注意的地方啊 然后 然后 赶到这边啊 差不多啊 那 有时候他会写 一个字 1234 他会有编板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放在1 叫最常用字 最常出现的用法 2 至少有 如果他有345 一次类推 所以 这叫一次多一啊 一个字有很多意思 所以 英文好的 比如说 他有些 12345 56 你尽可能多记 你不要只记一个啊 moment 你看嘛 moment它是 第一个 动作或者移动 当然有时候 我们看字底啊 你真的英文学好 你不要只看中文 中英文一起看 如果更好的话 最好只看英文 不要看中文 可是 很多人这个光是看英文 不一定看得懂 所以他可以夹个中文 所以可以自我要求了 就是说 字典里面啊 中文就当作没有 这是最理想的状况 可是做不到嘛 所以看不懂 只要参考英文 所以像这个 所以你最好只看他的英文意思 然后看他的例句 只看英文 中文就不要看 真的看不懂再看 所以 像moment它有 123456 6 有没有 7 实际上也不止 就是字典 就是觉得差不多够了 但你要写7个8个9个还可以 你看像这moment 就是第一个是 我们讲中文 好了 动作移动 这第一个 表示用这个意思 它最常出现 而其次呢 就是 你有社会或政治的运动 第三个 藏有叫 比较 一个时代的潮流或动向 然后第四个藏有 或者是这个人啊 就是动静 活动 再来是钟表的集结装置 或者是大便 大小便 大便 你看它有六个意思 所以 你 所以英文程度好像说 它至少有六个意思 但每个人记得不一样 有个人只能记一个意思 有人记两个三个 像是 这个 它有六个意思 但是都接近 那有的字 一字多一啊 它这个 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第一个跟第二个不一样 第二个跟第三个 完全不一样 像这个字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 你 每个字要记一字多一 尽可能 多记下几个意思 你说我只记第一个 我记不完 或者我顶多记两个 话是没错 可是它如果 因为它列出来是一定用到 那如果它是出现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比如说 你没有记到第六个 那你们是动作吗 动作吗 移动吗 动作吗 可是人家老外给你写 它是大便 通便 排便 那就完蛋了 或者到 中标集结装置 就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 这一字多一字很重要 就是 有时候它只有一个意思 你看 像它这个时候 Move and Shaker 因为这是 它越少用的 意思越少 越常用的意思越多 像Move and Shaker 只有一个意思 有权有势的人 你看它加一牙 这个很多都是 很多字的意思 都是一个 两个意思 三个意思 所以你尽可能要多知道 第一个尽可能多知道 第二个你要知道哪些 比较常出现的意思 意思类推 第三个你尽量去看英文 第三个你尽量去看英文 第四个你就注意一下 像这个 你看这个最复杂的 类似 你说第一个当 the active moving or change or position or place 所有一个地方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动作 你看它也可以当 C 可属名词 也可以当U 不可属名词 没完没了 第二个 你当社会或政治的运动的时候 它又是可属名词 所以 人家问你说 能不能当你可属 不可属名词 这个 第一种情况就是不知道 被问的时候 我不知道 不确定 第二种原因就是 一致判解 我知道 哦 它是可属 没有错 它是C可属 或者是 它就是不可属 没错 可是 这个 它是一致半截 而真正英文的程度 就是说 这个很复杂 这没办法 就简单讲 它 因为复杂通常都是 可属不可属 两个都有 因为它有分 第一种 名词就是 根本没有可属不可属 它是抽象名词 第一种 第二种是可属名词 它就是 可属名词 里面 它叫可属名词 第三个 它同时也可以可属不可属 第三个 第四种是最复杂 哦 它有几个意思 有的意思 像第一个意思 又是可属又是不可属 第二个意思 就只能是可属 第三个 就没有什么可属 不可属 但是呢 就是 这个一般 就是 它没有 只要没有C 没有C跟U 通常都是用单数 通常用单数 没有写的话是单数 可属 然后你看 第四个 通常用复数 P 所以你看 通常就 后面加S 第五个意思 又是 单数名词 可属 可属 第六可数 你看 这是很复杂 所以它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一般 就是说 这个名词是可属 或不可属 一般人就打完收工 那可属名词 没有问题 有单复数 最麻烦就是 不可属名词 一般讲抽象名词 因为它就是 没有负数 那这样子也是简单 可最麻烦就是 不可属名词 抽象名词 它可以有单数 就是它个别化 个别化的时候 它可以有单复数 所以你看 这本来是移动 移动 这本来是 通常这种字 通常是 原来是 不可属名词 可是它如果当 各种动作 各种动作 它就加S 单纯的动作 抽象名词 不加S 它可以个别化的时候 它可以加S 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再看 增加复合字 就是 有看到四个字 你看Muver Muver是一个字 And一个字 连接字 或连接词 所以这个 我们叫磁性 一开始就搞错了 因为叫自信 你看这个Muver 是一个字 它的磁性是N 所以学生搞不懂 一个字叫字 两个以上叫词 这个字 应该是自信 它的属性是名词 可是用嘛 这个才叫词嘛 Muver Muver 持续 三个字嘛 它才叫词嘛 你说这个Muver 持续 他持续 它的迟性是N 它买是 Все 这个还说得通吗 就是一个字吗 一个字叫自信 那叫词性 所以一开始就 让人家 管理就错乱掉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 像这个Muver 我们再来看看 有哪些字,有反译字,有哪些词类变化 所以为什么每一页上面会有这个东西 就是它第一个字,短字是哪个字 那字里动不动上千页,上千页一番 你说这到哪里,就表示第一个字在这里 然后它那个侧边这里没办法显示 这个字里很厚,那侧边有ABCDE 就表示你要查C,你就从侧边看有个C 你要查O,就从O这样比较快 然后翻到第一个,它告诉你第几页 然后第一个字是哪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是哪一个字,让你方便去查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有些什么 它告诉你同一字是什么 告诉你这个字的反译字是什么 词类变化,告诉你这个字是名词 如果它要改成副词,要加LY 各位名词长一讲TI1,NESS等等 像这种 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特别的可以讲讲 这种名词嘛,不可数名词嘛 它有时候告诉你,像那个,这个念DANGI 等格热,DANGI Fever 它就告诉你,其实,你讲DANGI Fever也可以,比较完整 你讲个DANGI EF,也就是等格热,两个一样 它有时候告诉你,这个东西 所以英文词性有时候不太一样 譬如说INAL一般是名词 可是呢,它有时候可以当名词用 本来是形容词,INAL是形容词 但有时候可以名词 所以这个很多人会搞混 你看,像这个字,它又是不可数名词 EU,又可以是可数名词 如果可数名词的时候,它的附属是这样子 如果不可数,EU的话就没有附属啊,等等 那,支持搭配这个版本是很好 告诉你,DANGI EF,如果是动词 DANGI EF是名词嘛,它如果前面加个动词 GED A DANGI EF,TUGED FOR DIN GED A DANGI EF,TUGED A GED A DANGI EF,TUGED A DANGI EF, TOOGED A DANGI EFTUGI 就告诉你这次搭配这外国人 常常他的用字前词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看看有什么比较特殊的 大概是这样的 F就是 意思就是法语 从Denote 法语过来 但是他前面更早 一般认识是他从法语过来 F French 他更早一看有个箭头 箭头指向这边 他更早是拉丁文过来 这边又讲得比较细一点 所以我这边举我自己常用的这个版本 我用了三页把它这个 把它扫描 扫描进来 用高一点的解析度 因为我这个 他这个好像有两千多页 我每一页都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版本我已经用掉三本了 前面两本就画烂掉了 都烂掉了 都松脱掉了 这是第三个版本 所以这我朋友一看 以前看我那个三个版本 我说 这本烂掉了 你们全部鬼话谷 第二本也烂了一半 也是鬼话谷 这第三本 整个还没有烂掉 还没有松脱掉 也是全部完成 哇 你花多少时间 那我就是研究英文 我得光是这个版本 我就搞了三个 都画完七八糟 还有其他的版本 但这个版本我看的是最多 所以这一集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看懂英文 字典或词典 它里面有很多配方 那这一集适合比较 因为程度稍微好一点 自我要求高一点 他看字典 他就说 原来它里面小东西 小东西 要代表这些意思 那些意思 所以当然了 字典 所以查字典 你不管查这种实体字典 就是有纸张的 或者线上字典在网络上查 你这样查字典 最后交互参照 同时查两个 因为没有说两本字典 不管是有像书一样 或者网络上查 两个字典那样完全不可能 不可能 有时候 它那个编排方式差很多 有时候它的意思 不一样 有时候你查这个字典 它有可能有 五个意思 六个意思 而另外一个字典 它可能只有三个意思 或者更多 所以 然后它的解释又不一样 英文的用字 潜式也不一样 中文也不一样 所以最好是 有可能的话 如果不敢时间 没办法就查一个 如果时间够 就要查两个 甚至三个 然后你也可以发现 每一个字典 不管实体 或是线上字典 它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也可以了解它们编排 所以最后谈到一个概念 就是字典 我们就说 中型 小型 学生不管 我们就大型 英国最大的 英国的牛津字典 那 Cambridge 也有剑桥字典 但是最大的 牛津 美国最大的 微波 所以字典太多了 光是英国 美国就一大堆字典 你说到了日本 到了韩国 到了台湾 中国 它要适合各地的 这个学习的环境 它也有各种不同的 所以叫 银 银 银汉字典 就是有英文 跟那个汉字 中文字 有的银音字典 里面没有中文 所以最好 能力好的话 就买那个 就看那个银音字典 没有中文的 就没有中文的文字状 那一般人 就只好买银汉字典 因为有中文看得懂 所以那个 全球最大的 牛津字典 跟美国最大的微波字典 他一年都会开 至少开一次 有的时候一季 三个 要开一次 编辑委会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字都会增加 因为是 都会衍生字 以前李小龙 之前没有工夫 李小龙出来以后 工夫第二个编辑委会 工夫就是李小龙第二个很流行 我把它放进去 我就放进去 有时候没放进去 所以他们有个标准就是 最近出现一些新字 不一定是英国 美国 有时候法国 德国 中国 出了一些新的 用英文来表达字 他就做一个决定 哪些字 他放进去 他觉得 很多人用 而且可以用很久 他放进去 有些字 他就不放进去 认为说 这可能是少数人用 或者可能过一阵就不用 他们要开会 所以字也一定 字越来越多 可是基本上 他只会新加字 他不会把字拿掉 因为你说这个字 你不用 那不用 可是那有时候 你还要放进去 有时候你看去看 像文言文古文说 那他还是用 所以中文 简体字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觉得 简体字 要废掉 因为以前 简体字 中国发明的原因 就是很多文盲 写字 这个笔画太多 太复杂 所以用简体字 这个道理 基本上用草书 以草书为主 可是现在没问题 现在很多东西打字 因为打字 你不管用拼音 或者用拆字法 它没差 也没差 所以现在打字没有差 你这个字 笔画很多 没差 那最大的差别是 解体字最大的后遗症 毛病 它跟中文的古文 我以为没办法接轨 所以以前 翻体字没问题 像中国大陆很多 或马来西亚 他都看简体字习惯了 翻体字年轻人 不认识 问题来了 他就一辈子 不要看古文 不要看文言 他只要哪一天一看 就对不受 而且再加上 我们说书法 书法写毛病字 如果有机会写毛病字 他一定是翻体字 你写个简体字 就不像书法 所以这个当然 像中国大陆说 简体字要废掉 感染翻体字 当然也是很痛 那我觉得 就是以长远来看 这简体字应该要废掉 才能接轨 中文就是翻体字 就没有简体字 简体字是一种变数 变形 短时期产物 那这个长久来讲 还是应该翻体字 因为是中华文化 就是翻体字 所以这一集 花一点时间 就告诉大家 怎么样看到 英文字体 有很多例子 这些东西 有些小东西 它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很多的缩写 叫略语 这是什么意思 它有很多这种东西 它个别代表什么意思 这一集讲 这种东西